宗徒大事录 第25章 斐斯托到省上任三天以后 就从凯撒勒亚上了耶路撒冷 司祭长和犹太人的首领 向他告发保禄 并请求他开恩来对付保禄 就是求他将保禄借到耶路撒冷来 他们好设下埋伏 在半路上将他杀掉 可是斐斯托回答说 保禄硬压在凯撒勒亚 我自己不久就快回去 又说 你们中有权势的人跟我一同下去 若在那人身上有什么不对处 控告他好了 斐斯托在他们中住了不过八天或十天 就下到了凯撒勒亚 第二天坐堂 下令将保禄带来 保禄一来到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就围住他 提出许多严重而不能证明的罪状 保禄分辨说 我对于犹太人的法律 对于圣殿 对于凯撒 都没有犹太人都没有犯什么罪 斐斯托想要向犹太人讨好 就向保禄说 关于这些事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 在那里与我面前受审吗 保禄却说 我站在凯撒的公堂前 我该在这里受审 我对犹太人并没有做过不对的事 就是你也知道的很清楚 假如我做了不对的事 或做了什么该死的事 我虽死不辞 但若这些人所控告我的 都是实无其事 那么谁也不能将我交予他们 我向凯撒上诉 斐斯托与议会商议之后 回答说 你既向凯撒上诉 就往凯撒那里去 过了几天 阿格黎帕王同贝勒尼切 到了凯撒勒亚 向斐斯托滞后 他们在那里住了多日 斐斯托就将保禄的事件 陈述给王说 这里有一个人 是斐里斯留在狱中的囚犯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司机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告发他 要求定他的罪 我回答他们说 当被告还没有与原告当面对质 还没有机会辩护控告他的事以前 就将那人交出 不合罗马人的规律 即至他们来到这里 我一点也没有迟言 次日便坐堂 下令把那人带来 原告站起来 对他没有提出一件罪案 是我所溺料的恶事 他们的争辩 仅是关于他们的宗教 即关于一个已死的耶稣 保禄却说他还活着 我对这争执不知如何处理 就问他是否愿意去耶路撒冷 在那里受审 可是宝路却要求上诉 将他留给皇帝审断 我便下令留下他 等我借他到凯撒那里 阿格尼帕向斐斯托说 我也愿意亲自听听这个人 斐斯托说 明天你就可以听他 第二天 阿格尼帕和贝勒尼切 来时甚是排场 协同千夫长 及城里的要人进了厅堂 斐斯托下令把宝路带来 斐斯托说 阿格尼帕王和同我们在场的众人 你们看这个人 为了他 所有的犹太群众 曾在耶路撒冷和这里向我请求 呼喊说 不该容他再活下去 但我查明 他并没有做过什么该死的事 他既把这案子向皇帝上诉了 我便决定把他借去 我对这人 没有什么确实的事 可向主上沉奏 因此 我将他带到你们前 尤其你 阿格尼帕王前 好在审讯以后 有所沉奏 因为我以为 借送囚犯 而不指明他的罪状 与理不合 阿格尼帕王前